好 退休之後到底領勞保年金 還是國保的相關年金好 這時候其實有很多的這種情境變化 在這裡應對在不同人的身上 今天我們就教教大家 這最常看到的就是 要麼是工作一輩子 然後退休之後 覺得自己還很有體力 然後準備去創個業 開個小吃店也可以 這樣的人到底在勞保跟國保之間 怎麼領 怎麼保會對你比較好 還有一種就是離職之後 也想說我就創業吧 我就在這裡自己做做小生意 或開開小攤販 在這裡到底怎麼樣對你未來的情理年金 有比較好的這種行徑條件 今天立刻請慶榮上來告訴大家了 這個事情當然很多人都可能會碰到 那因為現在也有人離職就去轉業 然後去做自營商 自己做一些小生意 小攤販 但是之前是領勞保的 後來變成不是工作者 是要領 要請 要用這個保國保的 那接下來對他的一個情理年金 有什麼影響改變 對這一集大家一定要好好的聽 因為你選錯了 可能一差就差了二十六萬 差這麼多 而且都是領 都是繳相同的錢 卻領到的錢卻差距非常大 所以這一集大家一定要好好的聽 那我們這邊有一個案例 就是有一個六十歲的老老老老伯 他先前其實在工作的時候 他已經有五年的勞保的年資了 但是後來因為他覺得自己壯業 然後開始擺攤 然後所以他就沒有再續保這個所謂的勞保了 那沒有續保勞保之後 其實我們的政府他就會寄一個 國民年金的繳費單給你 是因為有工作繳勞保 沒工作繳國保 對 所以你就會收到這個國保的繳費單 那這位阿伯他就很乖乖的 他就持續的收到繳費單之後 他就去繳錢 那因為國保他從民國97年開辦以來 所以這位阿伯他已經繳了13年的國保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大多數的投資人其實他不只乖乖的繳 應該更大更需要關注的是 我退休之後可以每個月領到多少錢 我到底可以領為多少 對 那基本上65歲退休之後 每月可以領多少錢 相信應該是所有觀眾朋友應該關注的 那這個基本上其實我們有三個情境 這三個情境完全大不相同 那第一個情境一 就是這位阿伯他就持續的去繳國民年金 那因為他這個國民年金 因為他先前已經繳了13年 現在繳成13年 那所以他在持續的再繳這個5年的 因為他已經60歲了 所以再繳5年 就他的這個國民年金的投保年資 就達18年 那達到18年之後 他65歲可以開始領多少錢 基本上每個月可以領到60 6千塊錢 對 很多 因為繳了18年 也不錯 那計算的公式其實就是用 就是月投保的金額 然後乘上年資 然後乘上0.65% 然後再加上3772 這個是固定的公式 他這稱之為國民年金的B4 B4就是國民年金有兩種情領的方式 其中B4就是套用這個公式 所以換一支以現在目前的國民年金的這個月投保的這個金額是19761元 然後乘上18年資 然後再乘上0.65% 然後再加上3772元 就得出了6084元 每個月可以領到6084塊錢 好 是這個情境當中 他可以領到每個月6000塊 看起來還不錯啊 對 但是你有沒有發現啊 我雖然可以領到國民年金 但是我以前有工作的時候 圍繳了勞保啊 五年的勞保啊 勞保不是就浪費掉了 對啊 所以這個時候就可以有情境二跟情境三 就是你先前繳的勞保不會浪費掉 你甚至可以把它加倍奉還 怎麼做 情境二先看 情境二的部分就是加保勞保 對 在情境二的部分其實就是 你現在開始就不要再付國民年金了嘛 你就去改繳勞保 改繳勞保 對 那因為現在目前有很多的職業工會 所以基本上你可以到職業工會 去做這個勞保的這個 你不是這個上班族 沒關係 你開個小生意 你開個餐飲店 開計程車啊 其實全部都可以去 然後去加入那個同樣的職業工會 也可以 是請領 是可以繳勞保的 對 可以繳勞保的 那你只要在繳五年 你就可以退休了嘛 因為六十五歲就可以開始正式的請領 那個勞保年金 那在 所以你繳了五年的勞保 再加上你先前 還有五年的勞保的年資嘛 所以你合計勞保的年資就達十年 那國保的年資在這個案例中啊 這位阿伯還已經繳了十三年了 他就停在六十歲 就不要再繳了 就固定在這十三年 對 那其實按照我們的這個案例中啊 其實六十五歲之後啊 這個阿伯啊 他可以一次領到 二十六點四萬 可以一次領 這為什麼 因為勞保的年資 可以當作一次給付的標準 可以到了這個條件滿足 是可以一次給付的 對 因為勞保的年資啊 如果不滿十五年啊 他不能申請每月領的勞保年金 因為勞保的給付有兩種 一種就是我一次請領 然後一種是每個月領 一直領到你上天堂為止 那你要想要每個月可以領啊 領到上天堂為止啊 你必須得勞保的年資得超過十五年 你才能做這樣的申請 所以在這個案例中 他的勞保年資只有十年嘛 所以他可以選擇就是變成是一次領 那這個一次領可以領到多少啊 其實他有個公式叫做 平均的月頭保薪資乘上年資 然後就得出你一次可以領到多少千 那現在目前台灣的這個勞保的 最低的級距是兩萬六千四 對 那這兩萬六千四 然後他的年資是十年嘛 所以兩萬六千四乘上十年 就是二十六萬四 可以全部一次領出來 所以就是換言之 你因為你有十年的勞保年資 再加上你先前的這個補助 這先前的年資之後 你就可以一次六十五歲的時候 可以一次請領這個兩萬六千 二十六萬四 二十六萬四千元 那這是第一個 那為什麼我們會建議 其實很多人會覺得 就是我繳國保 那勞保怎麼辦 其實或者是繳了勞保 那國保是不是也就不用再繳了 其實都要繳 因為其實你繳了勞保 你繳了國保 你之後都可以兩邊都可以領 兩邊都可以領 那像這個啊 那這個案例中 情境二的案例中 他已經一次領了二十六萬四了 那接下來還有十三年的國保年資 這個國保年資也可以讓你每月領 那一樣公式是套用這個月投保金額 乘上年資 乘上0.65%加上3772 跟我們上面那個情境一的公式是一模一樣 所以換一支 一萬九千七百六十一乘上13年 乘上0.65%加3772 所以他是領5400塊 對 領了5442塊 每個月領 對你看跟情境一 我們看一下情境一的案例 就是你每個月可以領到6084元 這是你持續的繳國民年金 你每月領6084 但是情境二 你國民年金的金額雖然從6000塊降到5446元 但是他可以有個勞保的一次給付26萬 感覺好像每個月少個500多塊 你用一次多26萬4 這個好啊 這個案例是 這個比較好是不是 這個就會稍微可以多領一些 所以你只要轉換一下你的投保的單位 你就可以創造出更高的這個勞保 想辦法加入公會 對 這個是情境二 你剛說還有一個情境三 還有情境三 情境三會更好嗎 情境三我認為其實你只要 你活得夠久就會更好 對 那情境三一樣就是一樣 他先前不是已經繳了5年的勞保嗎 那一樣改繳5年的那個勞保 所以你的勞保的年資 就可以拉升到10年 那國保的年資是13年 那基本上你65歲退休的時候 在情境三的案例中 你勞保的年金 每個月可以領4092元 然後國民年金 每個月可以領3340元 所以你一邊領勞保 一邊領國保 你最後每個月可以領到7432元 這個是月領的 月領的 而且是領到你進棺材的那一天 等於變成每個月有多7432塊的現金流入 是不是這個金額是不是比我們剛才情境一 情境一大概是6000塊 然後另外一個5000多 那情境三是每個月可以領7432元 他沒有那個26萬一次領 他就分成每個月領了對不對 那為什麼他可以每個月領 你看很奇怪 他的勞保年資不是不滿10年嗎 剛才不是我們回到上面那張字卡 這邊有一個彈書是說 勞保年資不滿15年 不能申請每月勤領的勞保年金 所以他年資不滿15年 那為什麼我們在情境三中 他可以勤領每月的勞保年資 關鍵每個就在這裡 就是國保的年資跟勞保的年資 可以合併計算 只要國保的年資加勞保年資 合併計算超過15年 你就可以申請勞保年金 哦 了解了 所以一點就是不一樣的地方 可以跟國保年資加起來 只要超過15年 你就可以請領到每月領 領到你上天堂的這個勞保年金 那勞保年金的這個計算的方式 就是平均的月投保薪資 乘上勞保年資 乘上1.55% 這是固定的公式 所以一樣26400 乘上10年的勞保的年資 然後乘上1.55 換言之每個月可以從勞保年金 領到4092元 那除了勞保可以領 國保也可以領 那國保啊 因為你已經請領勞保年金了 所以你國保請領的這個公式 就要只能用B4 B4計算的方式 其實就月投保金額 乘上國保的年資 再乘上1.3% 所以換言之 19761乘上13年 乘上1.3% 就是3340 所以這個3340加上4092 就會得出71432元 每個月一直領 而且隨著物價的上漲 你還可以獲得加薪調整的狀況 如果你自己覺得你可以活到76歲以上 76歲 你當然要選情境3 因為他能夠創造出最大的效益 這76歲也不會說太難吧 現在的這個餘命應該都超過了 都可以吃肉粒啊 對啊 所以一般很多人 應該選情境3 應該會創造出更好的效益 那怎麼說呢 其實這76歲怎麼來的是 因為我們剛才講情境2 你不是可以一次領264000嗎 那但是如果你選情境3 你每個月可以領到7432 但是情境2 每個月只能領到5442 所以7432減5442 就是你一個月你多領的部分 然後再去264000去除以之後 相當於132.66個月 然後除以12個月之後 相當於11年 所以你65歲 如果開始退休請領 相當於就是76歲 就可以把這個264000元全部 你只要活過超過76歲 你就賺回來 就開始賺回來 就是超越這個情境2 比那個情境2還好 對 賺回來 所以這個是一個 非常好的一個選擇 剛才看了這些試算之後 要趕快的去保留 為什麼 是因為我們剛才講 那個情境2跟情境3 它是有所謂的落入條款 而且快要到了 因為依據國民年金的法規 國保實施15年後 就相當於112年的 10月1號以後 10月1號 剩下一個多月 現在已經是8月29號了 剩下一個多月了 就是以情領相關社會保險的老年 給付者不得再參加國保 不得參加國保 就是你國保跟老保 你只能只能選一個 對 換言之上述的情境2跟情境3 一定要保要趁早 而且不只要趁早 要趁現在 所以你現在還有一個多月的時間 可以去讓你的這個 退休金的效率極大化 哇 還要特別注意到 原來有這個落日條款快到了 不過也告訴我們大家 原來可以這樣的選擇 特別留意 老保 國保 怎麼保 對你比較好了 謝謝慶榮告訴大家 這麼珍貴的經驗談 還有包括相關的一個觀察 提供給您做一些留意了 待會到下場則講到說 星際爭霸戰打到太空了 現在看到這兩大世界的 這個知名首富 為什麼要打到星際爭霸戰 衛星連發 但是卻是台場吃香 怎麼說呢 馬上回來告訴你